总共的话有14次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还有4次 包含今天的话 等于是说后面我们基本上 就是会把其他没有讲到的范例 尽量就是再延伸 然后如果假设你前面的部分 还是有些地方不太懂 那请各位回去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所以这边有个清单 反正第几次上课这边都有 第一次一直到第10次 那上个礼拜的话 我们基本上有一些重点 大家回顾一下 那今天是第11次上课 所以基本上我每次上课 这边底下就有个完整连结 你回去自己再稍微看过 OK 那上个礼拜的话 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 所以你要确认一下 如果假设我讲的部分 你假设不是那么清楚 那表示说你回去练习的时间不够 最好是说 我们总的把它当个作业 因为我在大学部的课都会要求他们每个练习都要交作业 也就是我们做完之后你要把它做完然后把它存档 然后缴交了 OK 只是说我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大部分同学晚上来上课其实都蛮累的了 所以我没有特别要求 但是你可以自己要求自己 OK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课程内容学好的话 可能还是要花一点额外的时间 比如说三个小时的课 我是建议 基本上可能你要把时间最少了 我觉得一个礼拜 可能还在腾出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做练习 OK 什么时间呢 当然也不见得一定要特别早 你可能就是上班的时候 如果要用到e-sale的话 你就可以想到上课好像有交到什么东西 然后你可以 刚好你要做哪些事情的时候 你顺便可以练习一下 反正上班也会用到e-sale 应该用e-sale的机会应该非常大 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所讲的东西 顺便练习一下 那如果假设有些地方不会 你就是自己在录影片 还有我们云端上面有一些讲运资料 还有一些公式跟程式 你可以直接拿来当成范本来运用 最重要是在练习 因为像这个东西练习久了 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困难 熟了之后好像什么都简单的 最重要就是不熟 比如说像VBA好了 其实你说又很难 其实好像城市底都不会超过10行 但是问题是你要怎么样 把这个城市写在应该写的位置上面 我发现有种也应该不熟 所以光要开VBA环境就会有点卡 更不要说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OK 那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把前面我讲过的 你自己再猜猜看一下 所以前面我没有写过 有人是考评的VBA 所以上个礼拜又加了一个说就是 饭店管理的 所以饭店管理最后好像我们是 先建立什么 建立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他的booking ID 所以第一个step就是建立这个booking ID的公式 公式的话原来上也有了 OK 而且这个公式很重要一点是说你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因为如果你这边错的话 后面的booking list也会跟着错 因为这个跟后面booking list是联动的 所以我上个礼拜好像有 有特别如果你正常是 这边有做VBA 我们按一下计算 这边会把这个booking ID的后面这些资料查出来 包含就是住这个这个订单的编号 是哪一个客户的名字 全名 然后他是住几号房 然后住几晚 住的价钱总共多少钱 这边都会显示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批示的很快的 就可以把需要资料给全部查出来 那也就是说将来你这边前面的booking ID 可能就是你们老板 他要你查的相关的ID资料 那你把它贴过来就好了 这个这个资料贴过来之后 那因为目前总共有几笔 可能就像下 200多笔嘛 那假设如果将来没那么多 其实你看你的数量 如果假设你要查的 其实只要大概 查个十笔 假设这样十笔 这边假设不要的话 那其实你按一下计算 那这边其实会把你要查的 所以只要把这些资料贴上来之后 这边都会自动产生 按一下就OK了 所以以后吧 就是类似是像这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范本 那以后当然第一件是记得一定要正确的ID 所以上面刚刚好像故意打错一个字 MMDD有没有 我好像把M拿掉 只有一个M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那我的那个资料好像有错误了 ID错了这边应该就错了 如果假设你出现的结果是长这样的话 那表示说你前面的ID是错误的 OK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修正 那其实有同学说老师是不是 他检查一下发现 好像每个地方都对 但是后面还是出现那个 其实我跟你讲 理论上应该是你前面这个公式错了 只是说你不知道哪里错 因为这个公式说真的 一个地方都不能出错 很麻烦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要去检查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你打的公式跟我的公式比对一下 你就能知道说你哪里不对 那你将来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其实我跟路讲 我的心得是这样 就是你不用乱改 因为你改到最后 你最好是能够有一个正确版本 你拿来比对其实就好了 OK比一下 以后尽量避开 那个可能发生的错误 因为那个错误可能是你的惯性 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奇怪的 那个怎么样 奇怪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呢 像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好像觉得MMDD少打 或者好像没有同学习惯 没事就是喜欢在尾巴放个空白 之类的吧 反正我不知道 就很喜欢 没事就喜欢在后面打个空白 但是那个空白在公式里面 应该是有意义的 那你不要什么空白加什么奇怪的东西 真的很多奇怪的那个动作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建议真的养成好习惯以后 你在打公式 就自然比较不容易出错 反正你就自己要找出你大概比较容易出错的地方 以后的话我会觉得 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应该会简单很多 OK 像下填满 这样切回来看一下 这边就正常了 OK 所以其实两边是联动的 好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就是我们的就是人 应该不是人事考虑 是那个什么 应该是饭店管理的这一题 然后呢 先产生那个booking ID 一个公式 就刚刚这个部分 然后呢 再建立那个booking list 就是去查资料 但这个查资料 我们总共有几个公式啊 123455个嘛 OK 那所以我们就分别查完 但是如果假设你一天都要查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变成VBA 而建立VBA的方式 其实也都固定了流程吧 因为我会需要两个按钮 所以你要怎么做呢 还记得吧 第一个动作的话 当然第一个 你就是先开发人员 第二个VBA 这个固定嘛 然后因为有两个sub 两个那个按钮 所以你需要建两个什么 两个这个sub 这个sub是叫清除 它的头在这边 尾巴在这里 这个的话指的就是这个按钮 所以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其实就执行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范围 有没有 Ranch Ranch B2到F225吧 OK 这个范围在哪里可以调整 或者甚至25可以把它改成向下追踪的 后你可以多不能少 因为如果少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清不掉 好 这样的话后面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 它就把这个范围清掉 所以呢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只是说针对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 B2到F5下 下面因为有些空的反正它空 所以按下它 也还在执行刚刚那一行程式 就这一行 OK 那公式的话计算就是把 BCDE到F 这个Sales指的是哪个储存歌 哪一个蓝的哪一个储存歌 那因为有的范围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应该是2到10 这个的话应该是下面的最终会得到10 然后输出公式给它就对了 所以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然后记得里面如果本来是什么A2 这本来是A2 然后你要把它改成I就对了 OK 把I串在中间之后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 像刚刚我们计算的结果 就又把它输出了 OK 这个就是上个礼拜讲的重点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些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把上个礼拜的影片再看过 OK 反正我刚刚讲的重点就是上个礼拜的 我西部我就不讲了 因为那个都已经讲过了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另外的话我们今天好像讲到一个叫所属单位查询 这个所属单位查询 就是我刚刚有特别讲到 有很多个地方 它不能用V标锁還數查询 为什么 因为你在产生资料或者建立资料的时候 你排列的方式不符合它的那个规则 所以自然而然就没办法 所以另外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个细意 就是所属单位查询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OK 首先的话 他原来的资料是长这样 这资料怎么样呢 当然你们在建资料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说不对 只是说这样的一个表格 其实将来说真的 就不能用V多函去查询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我们要查什么 我们主要是要查这个 所属单位 也就是这个人 他在哪个单位 当然你用眼睛看就OK 高明明 以前我们的习惯是从头扫描到尾 扫到了 好 他的单位就在G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把G单位带过来 OK 你可以把它Ctrl-C 然后把它贴过来 OK 这边就高明 他是G单位 那陈晓明哪个单位 那一样 扫过 这边是大明 不是 所以再扫一遍 扫到这里 有了 所以他是A单位 Ctrl-C 然后把它贴过来 那问题 如果假设你今天 你的表格 你要查的资料 可能是一大堆的话 那不得了了 OK 光做这件事情 就做不完了 那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用那个V多函数查 请你 你会试试看 查完数 你说老师要查用V多函数 那V多函数的话 他第一个 他会问你说 你要查什么 Lugar value 我要查高明明 重点来 特别注意 这个Lugar的V多函数部分的话 其实关键的地方就是 这两个一定要是符合它的规范 哪两个 一个是Lugar value 就是你要查什么 的话呢 特别注意 你必须跟上面的Lugar value 是有关联的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要查的 一定要是在这个表格的 第一个栏位 你如果是放在其他栏位不行 OK 所以啦 你看一下 假设你把这个table 这个table 假设指的是各单人员的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你别它的话 或者我选 选整个 整个就是A1到G的第8 OK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在签回来之后 不然你会发现 将来他会怎么找 他一定找高明明里面的第一栏 也就是他会找 这一栏里面 有没有高明明 有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如果找到有 他会问你说 你要把相同列数的哪一栏 帮你把它取回来 所以这个COL的话 就是好 可是问题来了 你的第一栏 里面没有高明明 所以如果没有高明明的话 那理论上就不行了 所以啦 上礼拜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然喔 有至少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说呢 如果你执意一定要用V的函数的话 那你一定要先做这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是所谓的 它不符合V的函数的正规化需求 所以你要把这个表格 转换成V的函数 它要的那样的表格的样子 那你们应该要查的嘛 所以我讲过 要查的是人嘛 所以记得 反正人一定要放第一栏就对了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你要查什么回来 我要查单位 所以你第二栏就是单位 所以我们上礼拜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点 就长得这样 有没有 人员 单位 应该可以懂这个吧 那上礼拜最后其实就是说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 人员跟单位 把它变成我们要的那个表格 当然啦 如果你假设你不会写VBA的话 然后再来A单位 C-C 有没有 但如果你更聪明一点是怎么样 干脆让我把这整个复制一下 然后贴过来 然后再把A单位复制 因为他们都A单位嘛 所以把它向下填满比较好的 这样他们都是A单位 所以其实 最后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它等于是多了一些 单位的名称 以前可能都共用上面的 第一个储存格 但现在不是哦 现在要把它分开哦 OK 那对于B单位要怎么做 一样嘛 这个这几个C-C贴过来之后 然后这边再把它C-C贴过来 像这样填满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假设吧 资料还少还OK 可是如果你资料多的话 上个以外其实就需要做一件事 所以上个以外我们是有写了一个VBA层次 就是解决怎么样 把这个表格 快速的变成这样一个表格的一个VBA层次的写法 就这个 所属单位的正规画 按下去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就自动的帮我把 这边的资料 通通都把它放到这边来了 然后清除吧 这清除是一样嘛 就清除比较简单 所以哦 上个礼拜最难的应该就是 这个按钮的层次如何写 有没有 我们如何把这个表格正规化成我们需要的那个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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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